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你為什麼學過很多中傳? 我武術學的全種不多 我二十歲的樣子 所以長傳我沒有學 這是很遺憾的 如果我要學得長傳 我得腰頭腰腰就更好 但是二歲開始我就唸行一拳 唸八個牌 後來我就拜這個老師 叫善相靈 六合湯文拳 所以我剛才給你說 湯文拳有七星、梅華和六合 而六合拳 唸裡面就叫神聖 只有煙開裡的 龍口裡的 但我不能說是六合拳 我主要是八個牌 六合堂能拳 我是唸魚排行 我這徒弟 六合堂能拳那樣八個牌 寒液知道嗎? 這現在是已經很不錯了 我現在已經基本了 大概是誰 啊 就 教教徒弟呀 新鮮部隊呀 已經完成了 現在在武術中 有很多人說 希望分開外家屬和連家屬 你懂得嗎? 這個東西 不是我們現在的 就是由來由來 起碼得有百十來年 一手 一百年以上 才有的內家和外家 但是我們中國練武說 就這麼一種傳說 這麼習慣說 仿佛武當代表的那家 少爹代表的那家 就這麼分的一方 實際上呢 就算他們練功的方法 不同吧 仿佛武 少爹拳那時候呢 講究練力 金珠道志 打也不怕練 講究是力行 而內家權呢 就講究 要以一義為主 一念 一念 一切 以見為主 念內為主 如果我願意分不分 我都沒有我的主導 無所謂 那也沒關係 我分來講 但學健堂是一回十出 是一回十出 就是什麼 他練功的方式 方法 不同吧 不能說外家權就沒有 也不能說外家權比那家權好 也不能說那家權比外家好 其實 有很多練場前的 到了一定年齡 四五十歲之後 他必定走到那家權 你所謂內家呢 主要的是什麼 練功 他要放鬆 要放鬆一些 不要在這 打工不打工不打工不打那力 要放鬆 二年講究意念 他一定要齊成大天 必定走到那家權 是吧 你那個內家權 念內家權的人 剛開始練 是吧 他也內家不了 他也是吧 他也是動力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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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一些書 一些幹嘛呢 都還寫 內家權 有內家權 有外家權 有外家權之分 內家權 主要是想知心意 台階八卦 打到都這麼說 都這麼說 說得很明白很 這麼說就這麼說的 實際上他們實質 他們的內分 沒有多大的 功夫到一定程度都是一樣的 那樣練到最後 達到高的境界度 一樣的 就 我也不需要分開 不需要分開 不需要分開 不要分開 但是現在人們就這麼說 這麼說 訪問你就是 說不說 這個也沒辦法 你不能糾正去 也糾正不了 也糾正不了 這個也糾正是 我會不會 喔 你會不會